這是社會的我問你的市長 我的所在給你招責 但是我來電最慢的 你沒幫我用免費的 電話說真的很慘 你還記得我沒電 真的 市長 這台電你真的沒辦法 我覺得你做市長真的讓我覺得 無三小入用 市長 我想這兩年 我們高雄市可以說 除了這個物價 跟我們的高房價 不斷的上升之外 我今天有幾個問題 想要跟你好好的探討一下 因為我們高雄年輕人的薪資 卻未見起色 我讓你看一下 19個縣市的薪資榜單 現在剛出爐 這是我們人力銀行 104玩數據所公佈的 我們各縣市2021年的一個薪資王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高雄市貴為我們的直轄市 但是跟其他的縣市相比 我們高雄市卻是落在3.3萬 那如果我們這樣講 如果包括我們的一些 靠掉生活的一些開支 我們高雄市 根據這個 我們的薪資榜單裡面的內容 所陳述 我們的高雄市民 大概每個月 大概結餘是六七千 這已經變成我們年輕人口中的最辛苦的城市 市長你敢知道 我想呢 現在我們高雄市呢 高雄的這個雞肉便當啊 雞腿便當啊 現在呢是破百 我們的薪資呢 這卻是倒退 我想要請教市長 如何面對這個年輕人的薪資問題 我覺得未來我們必須要好好的去思考 這個對策跟解決的問題之道 因為就像你說的 你今天在市場 哇 社會這麼大堆 未來呢 我們的產業的升級 未來我們可能要有多少的就業機率 但是呢 我們的薪資問題 必須要去做一個解決 你看我們跟新北 台北 還有包括桃園 新北市 我們這邊的一個差距 難怪我們的年輕人 會北漂 中漂 甚至往桃園漂啊 所以我想市長 是不是可以請你簡單的 先給我回答這個問題 市長請答覆 先對這個年輕薪資的問題 你有沒有什麼對策 簡單好不好 市長謝謝 議長謝謝陳議員 你看新竹縣市比台北市高 就是知道說 這個產業結構會跟薪資有所不同 這也是我們正在努力的目標 包括我們的喬科 包括我們雅灣區 包括這個台積電來高雄投資 這個都會帶動我們產業結構 轉職薪資的成長 那去年我們的營業銷售總額 增加了1.05兆 所以我在這裡有呼籲說 我們的企業的老闆 假如在收入或者是在整個 所以等於市長你要呼籲我們的企業 在這個部分做薪資結構的調整 謝謝 我想台積電已經有宣布要進駐我們高雄市 就成如我們剛剛的市長你所講的 高房價開始做飆升 周邊的不准是草地 草地皮 或者是帶動整個的商業榮景 但是我們還是希望 對於高雄年輕人的薪資一定要有所提升 因為呢 老實講呢進入台積電才可能有高薪 但是其他各行各業呢 市長這點一定要注意 不是只有進入你開發的產業 或者是相關的橋頭科學園區 這些進去的當然這些人才 絕對是高薪 不然我說的是 你其他各行各業呢 我想呢 未來我們可能加上通膨的壓力 包括加上我們的物資 我們現在都是萬物齊長 我跟你講 年輕人真的 要能夠養家活口 要照顧上有老 下有小 遑論呢 我們高雄市 給他的一個未來 未來如何呢 我們能夠立足高雄 我們能夠放眼世界 我相信這個年輕人 我們一定要好好的注重這個問題 好不好 那另外呢 我要恭喜啟定 噔噔噔噔噔 你的六都市長的施政表現滿意度 已經算是往前推擠了一名 我想我們的第四名 我也要跟你恭喜 但是我想針對這個聯合報 今天民調的一個公佈 我們首長施政滿意度 雖然你進步了 但是 但是市長 我們的民意 我們的這個城市的光榮感 跟幸福感 你有沒有看到 他調查裡面講 台中市民的感覺最幸福 我們討論的 市長 我先請問一下 你怎麼想 來 市長 請你簡單回答 市長請答應 各個機構民調都不同 有好有壞 對啦 那我們要很謙虛的 但是市長 這個光榮感跟幸福感 是包括經濟 交通 治安 市容 防疫 跟長照 所以我希望市長 你好好的今天 我跟你討論的這幾個問題 都有關這個 為什麼我會說民意是分裂 但是你滿意的施政有啊 可是卻沒有城市的光榮跟幸福感 來市長你請坐 就像我們你今天提到的 六都的失業率 包括我們高雄青年的失業率 你一直強調高雄今年15到24歲的 青年以及全年齡 是我們高雄失業率 六都最低 但是我必須要請問你 你要能夠解決得了 我們的就業率跟低薪問題 否則的話是 等於只是數字而已啊 完全無濟於事 市長 我覺得要對症下藥 這個是我認為呢 如果是以你兩年拼四年 我們沒有城市的光榮跟幸福感 還是倒數第二名的話 那我們就要檢討了 我想這個是 我必須要跟市長 您做一個溝通 那另外就是 我要來跟市長 你再來探討這個問題 既然我們呢 強調我們捷運建設的 這方面的進度 而且呢 哇 中央給我們非常多的資源 而且金發招商 都有非常好的一個發展的進程 我們各方面呢 這幾年呢 你也剛剛有講到 包括我們的產業園區 科學園區 亞灣區 都在蓬勃地做這方面的一些產業的 這方面的一個升級 但是我要告訴你 市長你有看到嗎 我們高雄的人口所 100年到110年 增減數的比較表 我們不但呢 人口呢 是減少 而且外移耶 這個是我們民政局的資料統計 我們去年高雄人口是直接減少 兩萬一千兩百四十一人 比過去從縣市合併以來 我們總共減少七千五百五十一人的數字 是三倍啊 市長 這就是你的政績 我們要面對 整體人口的增減率 我們是減少 零點七七person 市長 你有沒有看到嗎 相當是一%啊 我們再來看到 如果我們講到我們所謂的移居人口 這兩年外來遷入的人數少啊 你看一下 109年 跟我們的110年 掉了2406人 跟1114人 起定 為什麼你這麼努力的 治理我們的這個市政 但是呢 為什麼沒有讓外縣市的認同 他不願意來高雄這邊居住 我認為這一點呢 也是我們必須要去好好檢討的 未來如果真的 如我們的市政所說的 我們一起呢 全部動起來了 有沒有辦法 未來呢 把我們的這個人口數 未來千億 有一個吸引力嘛 能夠吸引他到高雄來移居 吸引他到高雄來投資 這個才是對的 我想市長 這一點你必須要特別的去注意 那另外就是呢 我們高雄剛剛大家都在講的 早上也講了 高雄重災區的負電是最慢的 市長 台電真的犯得非常低級 低級低級的錯誤 但是市長啊 這個落差已經過六次了 你知道嗎 所以為什麼我們會說落差市長 我們不要跳票也不要彈脫 但是呢我們希望台電能夠負其他應有的賠償的責任 包括是什麼呢 包括我們今天剛剛好 我們議員有講的 包括我們是不是能夠加強 請市長也拜託要求 加強我們電網的防護 讓台電能夠知道說這個非常的重要 避免再疏失 另外一點 我也要求我們的工務局 工務局一定要全面的也去做總檢討 總盤點 讓我們的這些老舊的工業用電 這個電線 能夠跟台電配合 我想呢 預防勝於治療 不要每次呢 都是台電在做準備 我們的工務電力裡面呢 也應該要配合 我認為應該也要積極的參與 再來呢 我想三月的停電呢 包括剛剛大家已經有講的 啟用代位求償機制 向台電求償 你看上面又是鳥巢惹的 或今天下午的 今天下午又停電了 高雄大社鳳山區 兩千多戶停電 市長已經幾件了 已經二十五六件了 我們今天早上提出來的 已經二十五件了 好 那我告訴你啦 有網友 這個哭手一下 我們的用電用水 都是基本的 基本的民生用的 網路上有人發起什麼 我們乾脆來發起停電彩 網友說呢 乾脆建議我們的經濟部 跟我們的台電結盟 發行停電彩券 每天開放下注 還可以鼓中作熱 天天還可以預測 哪個縣市會停電 今天是大社 明天是鳳山 那後天呢 我林亞 還是欣欣 還是大寮 市長 市長 我必須要再次的告訴你 我想呢 我們希望呢 在你的任內 包括我今天早上也說 如果我們高雄 繼續呢 這樣子的一個停電的話 跳電或停電頻繁的話 那未來我們這些要投資的大廠 要如何安心投資 請市長 一定要切記 好市長 我想喔 現在停電已經不是新聞了 而是什麼理由停電才是新聞啊 而且台電的停電的理由呢 千奇百怪 無奇不鳥 松鼠 鳥巢 鳥 鳥的樹枝 什麼都可以停電耶 我實在不知道該怎麼辦 所以市長 你可以打給蔡英文總統 或者是王美化部長 告訴她說 我們已經快受不了了嗎 那因為今天時間的關係喔 我具體給你兩個建議喔 這邊要麻煩市長喔 你當時說喔 要提出 市府又對應一個單一窗口 你是法治局 我就跑去問法治局說 你到底可以提供什麼協助 這是民眾問我的 他說 伊萬啊 企戶到底 讓提供我們什麼協助 警察法治局怎麼回我 那個議員 我們提供法律諮詢跟 附訴狀範本 請問一下市長 你真的要這樣子去回復 高雄市市民嗎 齁 我認為第一個 你起碼 你可以把這些損失 去做同等的估算 那你現在消防局 不是有一個專案 是針對老舊大樓 改善消防安全設備的一個貸款 跟利息補助 你可以針對這些停電的專案 也針對這些大樓 去停電 去提供相關的一些 他們要改善這些設備的補助 要不然以我選區的大樓為例 他就是有66萬的材料費 他就是付不出來 現在全部用社長的 他的消防設備 就是用消防局這個專案 那我想到等一下 請市長一併回答 可不可以請公務局 或是相關的局處 提供一個相關的補助 或者是你剛才講 律師費的補助 你的錢在哪裡 預算在哪裡 裁員在哪裡 等一下請市長一併的回答 然後第三個是 公務局現在在進行 1233棟的老舊大樓的巡查時候 請你同步去檢修他的配電設施 我認為一連串的停電 對這些老舊大樓的負擔 已經是雪上加霜了 所以可不可以請市長 這三個等一下請你再一併回覆 但是這三點我是很具體的建議 實質的補償 不要口頭說補償 謝謝市長 今天整天議員 台北人都在說停電 你如果政法責到台電 如果不在乎 是不是這樣說 台電如果不在乎 你政法責到代表 你高雄市長 在這個台電的暗中 你是不作用的 所以外面都有一個傳言 今天本社就要來問一下 外面傳言說 它是真正的第二市長 對台電來說 比較有影響 來 市副市長 你答覆一下 台電對我們影響高雄 你生不生氣 市副市長請答覆 謝謝議長 謝謝松明游泳 我們大家都是一樣生氣 你生氣 那你有沒有震怒 你有沒有震怒 我想大家都是一樣生氣的 那你有沒有震怒 回家問問你有震怒嗎 大家都是一樣生氣的 生氣是震怒 很生氣 你現在是地下市長的震怒 你有辦法帶台電 或是帶我們創演員 或是你以前的老闆 陳菊監察院長 來拜託一下 叫台電留在中市 給我們高雄 市副市長可不可以 謝謝松明游泳 我想相關的這個全管的機關 本席現在在問你嘛 你願不願意嘛 難道你願意 都不願意為高雄市民向上反應嗎 我基於在我的職責範圍之內 我都願意 你是高雄市的副市長 你怎麼沒職責 就不然你沒有主管這個機構 你也是要幫忙去 幫忙去協調 幫忙去處理啊 對不對 只要這個在我的職責 那好市副市長 你震怒了啦 對我跟在他延伸 請坐 那我們市副市長也震怒了 我們就看明天 還會不會停電 齁 陳菊監察院 鑫燒公山來跟英安啦 台東在處比紀元 沒電啦 最慢的啦 市長 你覺得這真的是 去玩很累 你身為一個高雄市長 照理說 應該是要幫高雄市民的生活 品質說得好嘛 台東在我們這些造作地方 在我們這些污量 但是清電英安都是我們最慢負電的啦 本市在台東就在台東 在鑫燒開一個 一個威惑 一個交界會 中共最快沒有出場 鑫燒地區最快沒有出場的政典 都因為 嬌子 松鼠 還有其他的理由 這關我屁事嘛 我們要愛的是電嘛 我們有叫電池嘛 再來 市長你有沒有看到 早上這裡有沒有 電視電喔 這一家都是加加錢啦 但是因為台東在清電 供電壓力 降低 導致他的電板消費啦 市長 市民是不是該市民 你怎麼回答一下 市長請答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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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副市長 你還要再繼續答 我議員 以下一次就開始問你了 那個 宋業 我想台電停電 市長請答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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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說要怎麼處理 你用一個法治級的單一穿過詢問法律諮詢 市長拜託我們這台座大家議員 哪有法律諮詢哪有免費 我們還會提供這個訴訟 你要怎麼解割事情 要怎麼平衡這麼市民 你用2.5%收什麼作用 是不是 損害的責任是台電 我們會協助民眾來全力的求償 責任是台電 但是你是白無關 我們會提供團體訴訟的律師費用的補助 進行團體費用 團體訴訟的話 我們會提供律師費用的補助 市民要沒有的就是台電 你用你的作成跳電 打電話你就是要補償我的家電 用你的作成包括3月3日 包括我們家的電視也打電話 所以這是要怎麼處理 因為不是一道兩道嗎 請坐 來 市長你聽說情電高雄城重災區 你要檢討政務這麼多道 今天本市請我們台下市長政務一道位 看王仔仔還會跳電 市長你為什麼這麼多 這是英安啊 這是英安啊 英安的台電的旁邊 這到底是我們 企業全庫 還是到底是工庁 你看看市長 這是工庁還是企業全庫啊 他在我們英安地庫發電 但是我們英安地庫紀元是全台灣裡面 來電上萬的啊 這沒過分嗎 市長 這不是我們的漁業養殖區 議長謝謝宋議員 當天針對比較晚復電 我就立刻打電話給經濟部跟台電表達抗議 市長你抗議完蛋沒有用嘛 沒有來用嘛 我叫一下嘛 市長政務發電嘛 台電照樣不理嘛 對不對你政務不理了嘛 因為跳電是星達電廠 所以你看看 你都在英安地庫跟台電庫都在高雄範圍裡面嘛 我給你問一下 這是不是我們的養殖專區嘛 英安是不是養殖專區嘛 新達港電廠旁邊就是新港嘛 新港就是養殖專區嘛 這是英安 你看這有像養殖專區的地方嗎 應該是在去 在去 在去法 在去三接嘛 對不對 你想這沒有英雄地方嗎 地方該市嗎 我想按照訂閱法的規定 這個相關的這個 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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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出到他的代價 但是台電中有你沒有好好來保護這個地方 照顧就賠償了 這是什麼社會 我問你的市長 我的所在給你照顧 但是我來電最慢的 你沒有幫我用免費的 就說真的很慘 你還記得我沒有電最慢的 市長你請坐 這有看到嗎 這真的說市長 這台電你真的沒辦法 我覺得你做市長真的給我 我覺得 這裡有這麼幾個 無三小路用 市長 你真的要處理這個台電 不可以因為你是這政黨 因為在富翁你的這政黨 完全都不敢做銀河的動作 市長這本社本 整個應安地区 現在不是變成是一個養殖專區 變成是一個供應專 台灣的社區的電影 太陽能 煤炭 還有一個 這個那個 切燃器 包括中油 這沒過分 市長 所以喔 你回答一下 你覺得台電後續要怎麼處理 市長請答我 市長本席完之後 你不用再問副市長了 你直接起來回答 市長你這樣很浪費 你怎麼都要問駕駛 不是啦 我們在討論說 怎麼樣能夠確保我們環境的永續 希望說 就簡單答覆 台電的這個部分 你簡單答覆 怎麼後續怎麼處理 因為魚電公司牽涉到我們的綠電發電的比例 因為我們 高雄這麼的風場 跟中華 台中比不好 所以我們就仰賴我們的綠電 綠電的太陽能發電 是最重要 你就簡單答覆 不會停電就好了啦 台南海邊的這個營產 這個我們現在都養殖區嘛 所以魚電共生是一個 我們發展綠電 非常重要的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剛剛在討論說 怎麼樣能夠在發展綠電 也能夠兼顧到地方環境的永續 也能夠提供民眾 適當的這個電費的摺底 來照顧我們的養殖戶 我們在讀電 然後我們 走過來 走過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